中国的权力核心,光是看学历,学历不高的都是习家军 他一定是被破格任用的,而能够破格任用的那个权力核心是习近平 对,全是集权升天上来的 所以说另外习近平他呢,首先习近平的权力不高 所以古达刚开店,能力太强的人,他在那下子待不住 那么现在呢,比如说习近平在政治局里边 有五个叫年龄上可以下任进政局常委的叫五虎将 就是说像李强,上海市委书记,陈敏尔,黄坤明,还有蔡奇 还有,就是因为有五虎将,丁薛祥 蔡奇就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有丁薛祥 这五个就是一个比一个学历低的 然后呢,如果说这五个人下一任他们集体升上来 变成中共的最高引导班子的话 这个下面都不服啊 因为中国的高考是相对和平的 这个相对公正的嘛 就是说我们都是手下败将啊 凭什么这个领导班子顶多是一个县委的领导班子啊 为什么能到权最高 所以说如果说这样下去,绝对是镇不住的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我想今后马上下二十大之前 就开始,真正的左权就开始了 那么开始的话呢,就是我想几个可能性吧 第一个可能性,但是习近平最希望的是,习近平的接拜人就是替习近平嘛 然后他带自己的班子上去嘛 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很难,就是问题难度越来越大了 现在有个外号叫总加速师 就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嘛 他是中国王党王国的总加速师 那么就是说,大家学的是不是要把他送下来 真的吗